女傅县长十分热情 到一个地方就要亲自给与傅书记开门 过沟坎时也不忘扶袁珍一把 后来听汇报时 从一份材料上看到女傅县长的大名 袁珍才恍然大悟 原来 她就是当年告状吴大德性骚扰 后来又反说 是自己引诱工作组长的女教师 廖美娟 接下来 袁珍就更听不进去什么报告了 她反复地盯着廖美娟的脸看 心里想 这个女人 是怎么从一个乡下女教师 变成一个女县长的呢 她还记得她吗 如果她也认出她来 她会不会尴尬呢 到了晚上 县里设宴欢迎于副书记 席宴上摆了许多的海鲜 炉鱼 龙虾 三文鱼之类的 袁珍看到于达远的两道剑煤 微微地皱了起来 并且与她对视了一眼 仿佛 仿佛 与她交流看法似的摇了摇头 刚要开席 每人面前又摆上一盅汤 县委书记客气地说 青山县没什么好招待于书记的 请大家吃点燕子的唾液算了 袁珍是真不懂 用汤匙搅了搅汤 低声嘀咕 什么燕子唾液呀 坐在一旁的廖美娟 碰碰她说 就是燕窝啊 袁珍这才明白过来 可不 燕窝不就是燕子用唾液做成的吗 她再转过脸观察于达远 只见她脸上并无动静 只是不轻不重地说 不要说没什么招待的了 这么豪华的酒席 在国外我都没吃过 酒是五粮夜 也许于达远为避免 没完没了的敬酒的局面 先发至人地提出 喝酒 也要和国外先进的酒文化接轨 只敬一轮 然后自变 但说是这么说 在这个问题上 县里人根本不听市领导的 只顾一个接一个地进个不停 那敬酒的说法也层出不穷 但是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袁珍 口口声声地 要进市里来的笔杆子 袁珍面子薄 推脱不了 只好喝了两小杯 她是不善饮酒的 马上就面红耳赤 腾云嫁雾了 但她还是清醒的 她看见了于达远投过来的 关切的目光 那目光是清智而单纯的 所以她没有回避 她用她感激的眼神迎接了她 当县委办主任还要进袁珍时 她坚决不喝了 她不想失态 尤其不想在于达远面前失态 但县委办主任不依不饶 举着酒杯站在她面前不肯走 这时于达远竟来给她解围了 她夺过酒杯说 袁科长是我请来的 这杯酒我带她喝了 醉了人是小 忽了写文章可是大呀 说着 仰头一饮而尽 袁珍正正的 望着于达远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她感到在内心深处 有个什么东西蠕动了一下 好像是一只虫子 那是一只什么虫子呢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 在机关这么多年 那只虫子从来没有醒来过 酒宴散时 袁珍有些醉意了 走路都有些摇晃 回宾馆进电梯的时候 于达远伸手 在她背上扶了一下 她这么一扶 她就感到 有一只灼热的巴掌 按在她后背 留下一个去不掉的烙印 一直到第二天 回到连城 回了她独居的家 那只巴掌 还在她的背上 她不想让她 扰乱她的心境 洗澡时 她用毛巾 反复用力地搓她的背 却仍然去不掉她 她赖在她的感觉里了 方维雄对自己失败的婚姻 耿耿于怀 情绪低落 一不小心出了一个纰漏 一天 马良局长在银河酒店请客 他竟忘带了钱 马良局长只好自己买了单 事后 他虽然从马局长手里 锁回了发票 代为报销了 可马局长仍十分不满 马局长在全局大会上批评道 现在 我们有的同志没有失业心了 包括我们有些 在领导岗位上的人 工作马虎 粗心大意 精神状态很不好嘛 我至少还要在局长位置上 赶三年 只要我再一天 就不允许这种情况存在 有句话说得好 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努力找工作 你不好好干 自有干得好的人 没有你 地球就不转了吗 他会转得更好 方微雄很傲丧 局长的态度 有可能影响到他的前途 方微雄把这一切 归罪于刘雨湘 若不是这个女人 她何至于落到这种境里 看到她的身影 她就胸闷气短 要不是因为 与她有过一腿 她真想动用 技检组长的权力 狠狠查一下 她的经济问题 这天已经下班了 她还在办公室上闷气 听到走廊上 刘雨湘的高跟鞋 当当地响 赶紧将门关上 她不想看到她 可那脚步 在她门口迟疑了片刻 竟走了进来 这倒心下 她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来了 她很明显地 与她保持着距离 她抬起头 望着那张 保养得很好的脸 气横横地说 你来做什么 不怕局长有看法呀 你以为我是你呀 我想来就来 还嫌害得我不够吗 别把离婚的账 算在我头上 跟我没关系 是你自己没办事 拽不住老婆 再说了 你们不是一路人 离婚是迟早的事 况且 你们夫妻生活 都不正常了 离了也就离了 有什么好留恋的 算了 我来呀 不是说这些的 我问你呀 你还想不想 挪个位置 当然想 可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有办法呀 你忘了我说过的话 大家互相帮助 是件很好的事吗 你 你有什么办法 我可以跟你介绍一个人啊 什么人 腰老板 什么腰老板 这你就不用管了 总之是通天的人物 通天 不通天 他能有这本事吗 腰老板运作一年多了 帮过好多人的忙 很牢靠的 不过 他要收点手续费 呃 是这样啊 局长已经答应我了 你也报市里了 有这个必要吗 你还真这么天真啊 局长口头答应了 就高枕无忧了 市里不是推迟 研究干部提拔的事了吗 说不定啊 也长忙多啊 再说了 你就不想 挪个好一点的位置 陆局长 马上要调省教育听 他的常务副局长位子 就腾出来了 别人都越越于世呢 找找这个人 说不定就一步到位了 其实 方维雄以前听说过 这个人称妖老板的人 只是没想到 真有这种事 他沉吟片刻问 你怎么认识 这个妖老板的 还不是朋友介绍的 我才认识几天 这个人很手心用的 你放心吧 那你为什么帮我 不先帮我自己呢 你知道 我没有帮自己吗 我是真心想帮你一把 才和你资源共享的 不过 你不要再扩散消息了 我要是想挪到 常务副局长的位置上 他要收多少 这个数 刘宇湘伸出一个巴掌 太贵了吧 我到哪儿去找这笔钱 找朋友见吧 位子挪成了 这点成本 还不容易收回来 你要有意啊 赶紧把钱凑齐 弄一份你的推荐材料 然后 我带你去找他 方维雄动了心 三天后 他让刘玉湘 带他去见了妖老板 在一个光线幽暗的茶楼里 他犹犹豫豫地 将一个纸包 连同自己的推荐材料 放到茶几上 然后 轻轻推给对面那个 戴墨镜的年轻人 妖老板看也没看 就将他们 塞进了自己的鳄鱼牌 提包里 然后说 行了 你就回去等消息吧 妖老板的神态 以及茶楼里的神秘气氛 让方维雄感到 自己像是特工 在秘密街头 出了茶楼后 他担心地说 刘科长 收据也没有 他要办不成事怎么办 这钱 不会打水漂了吧 哎呦 你是真没见过钱的 这点钱对妖老板来说 算什么 他是什么人物 人家不会不讲信用的 把心放回肚子里吧 打了水漂 你找我就是了 听他这么说 方维雄心里 才踏实下来 转念一想 刘玉香这么热心 是不是 也在这桩交易中 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他悄悄地 凝视他的脸 想从上面 翘出端倪来 但还没等他看仔细 刘玉香 说了声白白 钻进一辆出租车 扬长而去了 袁真以在家 给于达远夫书记 写报告为由 没有到办公室做办 过了几天 自由自在的日子 那幢巍峨的办公楼 总让他感到压抑和沉重 只有躲进自己的小窝里 他才会轻松 他的思维 才会敏捷起来 他边听韩红的歌 边写报告 文字就像旋律一样 从笔下流出 这样的报告 其实是老套路 不必花太多脑筋的 语言鲜活一点就行了 只因为 是给于达远写的 他才稍稍地 多用了点心 毕竟人家看重于你 初稿写文 他就用电子邮件 发给了于达远 他想听听他的意见 再修改一次 对他来说 这也是罕见的做法 以前不管给谁写报告 他都要带人家一催再催 拖得不能再拖了 再搅稿的 这样可以避免当官的 乱提意见 要你没完没了地修改 忙完手头的事 心里也清爽了 他拉开窗帘一看 暮色已经降临 而草地上 铺着一层宝雪 翻射出晶莹的白光来 连城处于长江以南 一年里 也就下一两场雪 没想到 今年雪来得这么早 圆震的心欢快地跳跃着 深深地吸了一口冷冽的新鲜空气 匆匆吃了点东西之后 他就急不可待地踏雪散步去了 晚饭后散步 是圆震多年来的习惯 而且一般都是举举独行 他喜欢享受冷情 喜欢倾听草丛中的虫鸣 和微风拂过枝头的速速声 这种时候 他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动静 他离开了宿舍区 来到办公楼一侧 这里有一大片远林 除了修剪整齐的东青 红济木等各类灌木之外 有许多移植来的高大古树 在涌道两侧 则助立着散状的雪松 墨绿的枝头 沾染了白茸茸的雪花 有种说不出的静眉 四下无人 刚才还在摇曳的树上 仿佛都因他的到来 而静止下来了 圆真细心地体验着 双脚踩在雪地上的感觉 那沙沙的声音 仿佛是他的灵魂在说话 树影凉凉地 漫过他的脸颊和身体 不时地有一两片雪花 落到他头上 他忽然想 要是当一棵树 独自站在山岗上 于是无征地 度着春夏秋冬 多好呀 他向着树林深处 和寂静深处慢慢走去 然后 很快他就停下了脚步 透过迷茫的暮色 前面卵石铺就的小道上 出现两个并肩而行的人影 左边那个 穿着一条蓝中泛白的牛仔裤 再加上 他双手插在裤袋里的独特姿态 无疑就是于打远了 而他右侧 是个高挑的女人 穿一件紫色的风衣 一头长发 蓬松地披在背上 这女人是谁呢 是她的妻子 还是她的女友 袁真揣夺着 又一想 管她是谁呢 反正与你没有关系 他不想打扰他们 于是往左一拐 上了一条岔道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 扭头窥探他们 莫名其妙地猜想 到了更僻静的地方 他们会不还手呢 他不知不觉地加快了步伐 很快走到了 与他们平行的位置 他和他们之间 只隔了两排树 他可以从树系里 飘见他们 失隐失现的身影 出乎意料的是 他们非但没有亲密的迹象 反而保持着某种距离 并且不停地在争论着什么 声音时高时低 不时地还加几句英语 在远处路灯的映照下 可以见到一团团白气 从他们嘴里喝出来 袁真不想进入别人的 私人空间 选择了一条方向相反的小路 走到一片张树后 四周寂静下来 他仿佛卸下了某种包袱 轻轻地嘘了口气 路边的麦冬草一片青葱 轻轻地扫过他的脚背 雪末落在他的袜子上 点点冰凉 他忽然想结束这次散步了 于是匆匆地前行 不再体会周遭的气氛和事物 其疯了 雪花从树梢上 纷纷扬扬地飘了下来 转过一个树丛 他就忽然停住了脚步 这条小路竟又把他带到了 于达远和那个女人面前 两人同时看到了袁珍 于达远明显地愣了一下 神经尴尬 那位女人扫袁珍一眼 只顾情绪激动地 冲于达远叫 我不想再费口舌了 你看着办吧 于达远拉住那女人的手 恳切地说 我理解你 可会有我的生活 我们真的不能兼容吗 不能 我给你十天时间考虑 考虑清楚了 给我电话 过了十天 你就不用回来了 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不会为你 所谓的理想 受真解的 那女人甩开了于达远的手 大步向前跑去 于达远瞟了袁珍一眼 赶紧往前追赶 她们的身影摇摇晃晃晃的 时而重叠 时而分开 很快就消失于夜色之中 原真正正的 看了看她们留下的凌乱的脚印 心里很是不安 一个人的脚印 可以切成 我们的脚印 在恋度上 向前的脚印 也有什么 要让我拥有 我扶着 我扶着 我扶着